我回上路要清這波冰 但是我們家好像又打起來了 我這邊清完冰 上四等 立刻上四等 開大招像坦克肉球一樣 滾進去 殺殺殺殺殺殺殺 到底有沒有三殺 哈囉早安 嗨你好 我是翠翠 那現在這邊時間是晚上11點 翠翠家人已經睡覺了 所以呢 我現在偷偷溜到 我們家旁邊的青年公園 然後在公園裡面錄音 那 痾 因為我只帶了一個手機跟耳機出來 然後我又帶了一隻襪子 襪子是做什麼用的呢 就是套在我的麥克風後面 來避免一些雜音 我現在就像一個很年輕的怪怪大神 手上拿著一隻襪子的棒棒 在公園不知道在做什麼東西 好啦那回遊戲 那看到對面有三隻是會回血的角色 那我第三件就出了拘魂 那由於最近那個埃魯 埃魯的絕情 然後我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第四件就上了一個 凝霜寶珠 這邊看到上路 對面打野 已經去那個gank我們家上路了 可是中路呢 我們打野打起來了 趕快去幫他 他開了大招 那進去 我控到了藍 那我們打野居然活著出來了 這邊給他一個畫面 畫面鏡頭太強大了 那錢剩下 我一個做空都沒有欸 太慘了吧 好啦沒有關係 那我們繼續來清一下兵線 我現在不是很晚在公園路嘛 然後我就帶了兩個錢包 一個是零錢包 一個是我的正常的錢包 我想說我被搶劫的時候 有可能小偷搶錯 搶到零錢包 這樣我就賺到 這樣來上路 然後上路會戰了 我一個1技空掉 沒關係2技吧 兔子給彈飛 兔子吃到兩下塔 可是很殘 並沒有死掉 那我現在是沒有魔的狀態 但是隊友在後面這樣打了起來 去幫我們家打野 一個1技 2技幫我們家打野逃生 但是他被藍的一招給弄死了 那我也沒辦法 人至一盡啊 我就趕快回上路 這打野真的很想殺我欸 我回上路要清這波兵 但是我們家好像又打起來了 我這邊清完兵 上4等 立刻上4等 開大招像坦克肉球一樣滾進去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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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到底有沒有山莎啊 喔我 我山莎被提米搶走了 沒關係沒關係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開局 我現在講話是不是太快了 就是 我激動的時候 講話不小心就會很快 好的 喘一口氣 來下路做支援啦 這邊定精一個2招 把肥類給貪飛 再送他一個1技 那我們打野現在來了 而且大... 我們打野是開啟大招了 所以我也是 開啟大招跟打野一起衝 差點被塔打死 好險克里希可愛 所以沒有死掉 這邊重新復活了之後 隊友真的是每秒都在打架欸 不過呢我最喜歡打架了 所以當然就是要過去幫忙了 哇我們家打野好兇啊 那他已經開大招去塔下收藍了 那我也開大招衝進去 藍這時候也開啟大招 到底有幾個大招呢 提米也開啟大招了 這5秒之內有4個大招發生了 那最後我們是成功收下藍的人頭 我又回中路來清我的兵線 那看到了會壞的肥淚 再讓2技把他貪飛 再送他一個1技 然後拉開一個安全距離 由隊友成功收下肥淚的人頭 天啊我覺得我這樣講話方式好像主播賽平喔 可是我一個人也不能跟其他人對話啊 這樣很像神經病欸 而且我在公園 我不想要被警察抓走 那這邊呢我中路2技控到一個達爾西 直接上去給他一套 成功收下達爾西搭配我們家提米 那藍是開了大招逃走 真的很像在播報欸怎麼辦 我一定要講的比較就是輕鬆一點你知道嗎 不然我的影片就是要專業不專業 就走搞笑路線又太震驚的話 這樣別人看到會睡著 好 那我們就來下路幫忙 下路現在是聚集了3個隊友 看來是要塔殺 那我就直接一個衝進去2招空到 我現在2招命中率好像是100%嗎 就是 哇幹的漂亮 我幫自己拍拍手 好的 欸有一隻狗狗過來找我了欸 哈囉 你怎麼那麼可愛 哈囉 欸有一隻白色小狗狗啦 你知道公園就是會有一些狗狗 欸我到哪了 喔難看到我開了一個大招 難道是因為克里希太可愛了嗎 這邊我一個大招進去 二招空到了對面的那個 埃羅在一個1技 成功收掉她的人頭 這時候隊友想要壓塔 可是快沒兵線囉 快沒兵線快沒兵線 趕快出來吧 我們家打野居然一個大招衝了進去欸 那我們其他人也就是 易不容辭的跟著打野衝進去 那成功的是收下了4個人頭 欸狗狗 狗狗在我旁邊 狗狗 喔好可愛喔 跑走了 欸 喔好 我們成功的完成一波團戰 我自己是覺得像對面的埃羅跟菲淚 都蠻怕我克里希二招控制 就是我那個一個控制 他們基本上是可能會被秒掉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沒有到很硬欸 還是因為我經濟太高 I don't know 這邊一個二技控到達爾西 那我又進去開了一次大招 哇 我這邊被標到了 回生之後立刻一個閃線 拉掉距離 不然我會死掉 回來再放一個一招 收掉達爾西的人頭 我這邊被兔子標到 完全變一個雕像欸 也定格太久了吧 這邊一個復活 起來 我的眼中只有藍啊 我為了藍 開了大招 哇 欸居然被斐淚搶走了 太生氣了 唉唷 唉唷 我們提米是開了大招 那個埃羅打不死他 最後我們收掉了斐淚 唉唷 有人又變石像了 唉唷 提米提米小心 哇塞 唉唷 我休息一下 我喝一口奶茶 我還有帶一杯奶茶來公園 不然太孤單了 唉唷 我們這邊本來要打凱撒阿 可是提米沒寫回家 嘖 然後為了避免像上一部影片一樣被凱撒雙殺 所以我跟射手就決定撤退 好啦這邊我在清兵線 欸剛剛有人走過我旁邊啦 我不敢講話 我怕他覺得我怪怪的 好他走了他走了 然後這邊呢 我一個彈到了 我彈到 可是他同時開大招 然後這邊一個非常經典的 我直接大招進場 然後有兩隻想要抓我 我一個二招彈起了對面的埃羅跟菲淚 然後成功反殺他們 哇鼓掌鼓掌 別人家的小孩 全世界第一可愛 我不會哺乳別人家的小孩 等一下 欸我 我們就很想唱歌 你知道的 欸居然投降認輸了欸 這場是排位嗎 我又忘記了 喔 我已經很久沒贏了 我現在大概玩了十場 只贏了一場 呵 太慘了啦 那翠翠非常喜歡克里希 所以接下來是翠翠模仿克里希的語音 嘿嘿 現在輪到克里希囉 不敬畏生命的人 不配擁有生命 小心點 不要踩著腳下的花花草草唷 有什麼可以為您效勞嗎 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來和克里希聊聊天吧 就像蝴蝶飛不過滄海 沒有誰人行著乖 喔我的天 錄這一段在公園超級羞恥 就是有人從我旁邊走過去 可是我不想重錄 所以我就只能繼續唱歌 哈哈 如果大家覺得翠翠這樣真的是 太棒了 太有意志力了 麻煩給我一個讚 然後在下面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大家好 希望看翠翠拍什麼影片嗎 比如說克里希打野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我是翠翠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